在比賽時,暗號作弊不稀奇 但是用鋼門打帕斯招,你就沒聽過了吧! 最近有聯姻53場比賽紀錄的西洋棋冠軍卡爾森 莫名輸給只有19歲的新人倪曼 卡爾森輸了這局之後,直接退出整場大賽 看起來似乎是輸不起 但就在卡爾森寫了一篇暗示比賽結果不單純的貼文之後 眾多網友開始腦洞大開 有蛙丑,這個新人倪曼以前曾經有作弊的前科 還有人爆料,倪曼曾經表示 想要小心超級電腦在這次的比賽當中作弊 於是一個瘋狂的陰謀論就產生了 該不會,倪曼是把電子裝置做成了鋼門拉珠 然後再利用擴約級製造模式密碼 請超級電腦幫忙運算吧! 面對這樣的指控,倪曼當然是堅決否認 他還說願意拖光光比賽,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只不過,要澄清這次的指控 拖光光說不定還不夠啊,倪曼